我这躲躲藏藏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逃 我的念任大小姐 你就知足吧 你比起那些炖大狱的人 你动不着饿不着的你 但是何光他们比起来 我天天在家里喝着热粥 吃着鸡蛋 我就觉得自己可耻 是不是就是说我救你救错了 我又没要你救我 你救我还不是为了我爸吗 好 你放心 我一定尽快把光武救出来 好让你们一块再上街游行去 游行去 哥 你怎么来了 哥 光武被抓了 你怎么也不回家看看爸妈 你这叫什么话 这惹事的成了英雄 我这老是本分的都里外不是人了 我说你别这么阴阳怪气的好不好 妈都疾病了 回去看看爸妈总是应该的吧 其实我也想回去看看 真的 可我现在是范家的少爷 我怕总往师家跑 让人家说闲话 行行行行 咱也别抹嘴皮子了 我问你 你有念人的消息没有 这事你又问着了 念人的事我可是一概不知 那是范家的秘密唯独不跟我这个范家少爷说 你说这事怪不怪 念春在吗 不在 不在 我看你坑什么声 是光文大哥 我长这么大 你还从来没找过我 不是 我是来找念人的 我说 光文大少爷怎么会来找我 肯定是来找我姐的 可惜我姐不在家 你白跑一趟了 那她现在在哪 现在正是考验爱心的时候 反正她不在警察局里 念春 你就告诉我吧 你嘴皮子一动 我就要告诉你 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给你到厂店买风车去 比你这大多了 买来了再说吧 那不行 说了再买 骗人是小狗 不买拉倒 反正我不急 看谁急 行了 我着急 我着急行了吧 你就快告诉我吧 我把这钱先押你这 这回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这个态度还算端正 好吧 今天就饶了你 念春 你就快告诉我吧 这事啊 还得问三哥 对了 你可千万别说 是我告诉你的 他 他怎么在三哥那儿 我可没说我姐跟三哥在一块 我的意思是说 三哥知道我姐在哪儿 懂了吧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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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您多少吃一点 您说您这一点都不吃 您让我们这当晚辈的怎么放得下心 实在是吃不下去 一直堵到嗓子眼 爸 广汉 铺子上的生意怎么样了 爸您放心 这铺子里的生意红祸着 你还不吃饭的 光说红祸 怎么不见钱进来 这个 爸 这由于这个关外的料价涨了不说 还时不时的缺货 所以我就自个做主多进来点 那过两天我到铺子上看看 也听你跟我说的说道 爸您随时去 对 料单是账本 我一转给您备齐了 管祸 你平时挺辛苦的 比府上其他的人多花一点也是应该的 但是 花什么钱 他总得有个说头 不能不清不楚的 也省得人家猜疑 那我知道了 对了 我问过小三子了 他跟我发誓说他没打过你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你怎么说 怎么说 您说没打就没打 我吃饱了撑的 闲着没事自个儿抽自个儿嘴巴玩 你这是怎么说话 有什么委屈可以好好说 我跟您说了 可您不信 得 只当这种事没发生过 以后我也绝不拿这种事来烦您 还行 哎呀 哎呀 嗯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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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提摊机子 而是坠的 一条项链 我不要 不是你要的 是我塞给你 塞给你的 你偷姥爷东西换回来的玩意儿 我不要 只要你灵子不说 谁知道从哪儿来的 再说了 我愿意给你 那就是你的了 你想那么多干嘛呀 按理说这是范家的事 其实也用不着我管那些闲事 我就是看不惯你那贼头贼脑的做派 你以为我真贪那俩糟钱 我就堵这口气 范家人个个鼻孔朝天 不让我活舒服 谁也别想活舒服 拿着 拿着 让你来 领子 刚才少爷给你什么了 你别管了 林子 少爷的东西你也敢要 爸 你懂什么 少爷送东西是有他的主意的 我林子感受自有我的道理 爸 你就等着瞧 林子 你对范家好 爸知道 可范家的事 他毕竟是少爷 你可不能把自己给毁了 为了范家把我毁了 止 迟早我也得让你给毁了 我说过的 一定会有把柄烙在我手里 小三子 你不会把故宫的那块甜黄给我偷出来了吧 您看呢 您看呢 我就知道能对付着把你给唬了 这话怎么说 我就跟您实话实说 这个东西是照着您原来那块真品仿的 仿的 仿的 这可有点仪假乱真了 赵局长 自打您上次跟我说过 您喜欢这东西 我这心里就惦记成事了 真惦记成事了 你说您缺什么 赵局长缺什么 什么都不缺 他喜欢呢 你说他喜欢这东西 不行我得留一张 巧了 从蓬莱来这么一位老仙人手里有这么一块东西 我一看成色 好啊 相当不错 收了 随后我就到菜市口找了黄麻子 花了二十天的功夫 照您原来那真品一丝不差一点都没变模样 配了这么一块 哪说哪了 赵局长 这东西虽说不是原配 但要论成色 不错 您也绝找不出第二支来 是 你看这个橙色 这首份 还有这刀工纹路 小三子 真难为你了 赵局长替我担待那么多事 我这小三子这点事算什么 小意思 小三子 跟你那事我还没办利落呢 我知道赵局长为难 这 办到哪一步 算哪一步 成了 按理说 你郭三爷的事我是非办不行的 要不这么着 过两天 我先把范家大小姐的通缉令给撤了 这光谷的事嘛 不出应运 我把人给你放过 赵局长 我这谢谢您了 甭谢 那我改天疯狂了再谢您 您先看着我走了 请问这位先生您要点什么 我不看货 我找你们座堂的郭彩三郭先生 真对不起 郭先生出去办事了 请问您是 你去转个郭先生 就说施光文找他有急事 话我一定给您带到 但他人真的不在 那我去他屋里给他留封信 这样吧 您把信给我 回来我给他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要不这样 你看 我把信塞在他门缝底下 好吗 也行 郭先生就住在店后的北院 穿过一个月亮门就到了 最迟晚上就能回来 好好好 谢谢您啊 不客气 您慢走啊 谁呀 是三哥吗 念人 广文 念人 快开门 念人 念人 我找你都快找疯了 光文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念春人让我来问小三子 我就到店里找他 他不在 回去告诉我他住在这儿 我就过来看看 没想到你真在这儿 你看 我不是好好的吗 是啊 该找的地方我都找了 你们家呀 我一天去三遍 看到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光文 我真的很感谢你 你这么关心我 念人 说实话 这些日子 我想你都快想疯了 光文 你别光站着 过去坐 我给你倒杯水 坐 来 光维 喝水 念人 这些日子 你都住哪儿啊 就这儿啊 这不是小三子家吗 是啊 你是说 这些日子 你一直跟小三子同住一间屋子 那外面的人到处抓我 我无处可去 我只能住在这儿啊 念人 你一个大姑娘家 你怎么可以跟小三子 你糊涂 三爷 您回来了 刚才有位先生找您说有急事 谁啊 一个叫施光门的人 人呢 他走了 他说要留两条给您 我说我交给您 他不干 他非要自个儿送到您屋里去 那你就把我住什么地方告诉他 我看他倒也不像个坏人 他的确不是什么坏人 别把三哥和我都想歪了 三哥可不是那种人 那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干嘛不来找我 找你 三哥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新华门前把我救下来的 那时候你在哪儿 我在哪儿 好 我告诉你 我在风口浪尖上 我在拍照片 我 我爸妈都不管我 要你跑来说三道四 我 我说三道四 谁知道你个小三子都干了些什么 你肮脏 你说谁肮脏 谁把别人往坏出去 谁肮脏 念人 说话要有节制 不能什么话恶毒你说什么 这些天我发疯似的到处找你 就怕你有什么危险 我不用你关心 念人 你真不该这么跟我说话 你不爱听你就走 你凭什么这么关心我 因为我爱你 念人 我爱你 念人 你放手 你这是干什么 你放手 我是来打听念人的消息的 没想到他在你这儿 光文 我念你是施家少爷 不想跟你计较 请你出去 那不行 我找念人还有事 我们刚才还有话没说完呢 我再说一遍 这是我的房间 我说了算 出去 三哥 刚才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你把念人藏在你的屋里 我觉得你是趁人之危 是图谋不轨 接着说 接着说 念人这么圣洁的女孩 你却趁她危难之际和她共处一室 你这是在败坏她的真操 你这是在犯罪 说完了吗 我先说这么多 等我想好了再说 你回家去想吧 三哥 三哥 我求求你了 你们别这样 就算是为了我 三哥 我求求你了 光文 谢谢你来看我 你走吧 念人 你跟我走吧 你不能留在这儿 我给你找别的住处 不 我哪儿都不去 念人 光文 就算有什么话 以后再说 你先走 好吗 对不起 大小姐 我回来的不是时候 不过你放心 赵局长那儿 我刚从那儿回来 通缉令马上就撤销了 过几天你就能回家了 三哥 对了 自己做两口晚饭吃 睡觉的时候把门插好 我今天晚上就不回来了 自己找个地方睡去 三哥 你們吃一下 谢娘 你得知青菜 要裂一面 不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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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出事 如果你觉得想怎么回事 你家人家的好吗 赵局长大分 有点儿 如果说那儿 不去 那儿 比你家了 其他人家的孩子 胆愿 这只要做 我去飞凤阁找一位姓张的老板 把这个单子交给他 然后你跟他约定 找个时间到马连到那个库里 就把上次那批药交给他 成 按说这事应该我去 可我现在 蔡爷 您甭解释 我只管办事 好 您还有什么吩咐 没事了 你要记住 晚上八点 这点开采啊 张老板 咱酒也喝了 饭也吃了 这是蔡老板让我装给您的货 您过过目 您不看看 蔡老板的人 我从不怀疑 货在哪儿 马连到 孙计罗马店的库房里 好 后定晚上酒店 您在那儿等我 行 到时我一准在那儿候着您 一言未定 行了 咱也别磕头了 散了吧 随您的意思 这不是小三子吗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少爷 您不该来这儿 你来的 我就来不得 你是范家的少爷 是有歧视的人 和我们这些下人不一样的 我是小三子 别给脸不要流 你管天管地 还管得了老子脱裤的放屁 我不过就是范府一听差的 况且现在还不是 你可是范家的门面 你丢得起人 老爷可丢不起这个人 我就这样了 你再到老爷那儿告我去 三哥 你听好了 以后不许带范家少爷到这种地方来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小三子 怎么着 还真把自个儿当人了是吧 鼻子里插两根葱 你还跟我装相 你管得着吗 我懒得理你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快点走 少爷 你拉我干什么 他一小三就什么可怕了 放开我 三爷留住 有样东西 我得给您看看心里才踏实 什么东西 您见了就知道了 好 跟我来吧 三爷 您先坐着 三爷您给看看这对青铜马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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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怎么跑你这儿来了 这个光瀚少爷在我们这儿的花费太大了 没钱了 押给我们 这是范家的东西 范家是输马的 这东西在府上的日子比我还长 我就琢磨着这东西来路不正 我是干这行的 这种人我见多了 就成光瀚少爷这么个造反 用不了几年 范家就得让他给败了 妈妈 这东西您能给我吗 多少钱我给您 要说我们要这东西也没什么用 可是光瀚少爷他非要押给我们 也就三五十个大洋 没关系 那东西我先拿走 明天我一准差人把钱给您送过来 行 三爷我还信不过吗 那再说一个 不要再说一个 那汤 那是便宜了 刘先生 раз 大ism 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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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睡这儿了 念仁 睡多久了 我等你一个晚上了 你看看 你这手都冻得冰凉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不让你等我了吗 你看看 你这手冻的 你啊 就是任性 你长这么大了也改不了这毛病 我问你 我要是一晚上都不回来 你在外边等一夜 是不是 是啊 你一夜不回来 我就等你一夜怎么了 什么 三哥 嗯 我和光纹之间 什么都没有 什么叫什么都没有啊 我向你保证 我和光纹之间 什么都没发生过 只是普通的朋友 你没必要跟我解释这些 我想让你知道 知道 知不知道要有什么用呢 只要你好 三哥就高兴 那我和光文好 三哥会高兴吗 不说这些了 三哥 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你是真心为我好 是吧 还大学里的学生领校呢 真丢人啊 被警察局要是知道 这个学生领袖在大街上哭鼻子 人才不会费这身板大街抓你 丢不丢人 真丢人 外边太冷了 快回屋睡觉好吗 那你在哪儿睡 我会把最先打个地铺就行了 不 你不进去 我就在外面动一夜 借人 你知道我的脾气 我说得到做得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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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帅爷 您来了 二顺子 快借钱去 好嘞 柜上进了多少钱 都在那儿 一会给您过目 我不是吩咐过你们吗 用板材下七分量 怎么还下十分量 这事已经跟太太禀报过了 太太吩咐了不许投工减料 照老回去做 山珠 您要搞清楚 这里谁当家 太太吩咐说老范家祖宗吉代没干过这种缺德事 怕把咱的棺材铺的名声给坏了 我还不为了生意着想 最近生意不好做知不知道 你怎么办 买卖再难做也不能赚死人的钱 什么他妈的死人钱活人钱 放着死人钱不让我喝西北东去 你们这些人就是没脑子 放着钱都不知道怎么赚 以后下辽照我说得下 我是范家少爷搞清楚 太太不服气 让他找我来说 得嘞 以后少爷怎么说 我们就这么做 少爷 查七好了 到会上 你盯着我干什么 干你的活去 没追回来的钱抓紧追 柜上的钱我先拿走了 别见 少爷 你多少给我们留点 还要给人找个零钱什么的 别人可以欠你的 你就不能欠人家的 少爷 瞧您说的 这哪有欠人零钱的 再说了 只有客人欠店家的 哪有店家欠客人的 打今儿起 这府上就得章场 知道了吗 专注 你放心 到咱店上都是来办丧事的 哪有跟死人计较的 咱这不就是在跟死人计较吗 混账 你给谁家干活 胳膊肘抄外观 把天空拿过来 吓得一跳 你昨晚上我办的事 我都罢完了 没有任何差错 辛苦了 看你蔡爷说的什么 哪让钱财与人消灾应该的 蔡爷这 拿着 以后这事还多着呢 你还得替蔡爷多担在这儿 蔡爷 您看得起我 这我收下了 以后有什么事 您只管吩咐 蔡爷您干吗呀 我听说你一直 和个姑娘住一块 有这回事 什么人我就不能见见 我没想瞒着蔡爷您 是范家大小姐念人 上次游行的时候受了点伤 我先把她给救回来 现在在我这里暂避避风头 有情义 蔡爷您别呀 您要是想见见我就领您见见她 同意 念人 我领蔡爷来见见您 这是范家大小姐吧 范儿 看见没有 这是大家闺秀 明白吗 来 坐 坐着 范儿 坐着 来 坐 坐 我跟你爸爸是老熟人 而且还是谈心培的戏迷 我爸还有三哥经常提到您 你爸爸怎么说我我能猜个大志 是 小三子怎么说我 我倒想听听 三哥 要说您蔡爷在我采三心目中的模样 我是跟着古丸字画比较着跟念人说的 您想听吗 好啊 蔡某人就想听听 好 要说这汉白玉啊 还非得讲究汉八刀 要说唐宋字画 还不能从新县里找 还真得看着祥瑞之气出自何方 我以为您蔡爷是和光同臣的高人 我没下摆吧 真是下摆 不过我没想到你小子肚子里面 还是有锦绣文章 我爸平时就喜欢收藏这些 从小我爸就只教他一个人 这也是英人失教 范家的两个小姐 都是家学渊源 但我们现在是新青年 我们应该为国家的生死存亡 奉献我们的精神 再付出我们的力量 范小姐所言也是我蔡某人心中所想 好了 我不打搅了 你在这儿就安心的住着 有什么困难 就找小三子 谢谢蔡伯伯 我去烧点水 三哥 你过来 你过来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这大葫芦谁 是马克思 马克思 开棺材铺还是开股丸铺的 你就知道做生意 他是职业革命家 不懂 不懂 你坐下来我解释给你听 来 三哥 职业革命家是有理想的 有政治主张的 他的主张就是 推翻所有全世界的剥削阶级 解放全人类 明白了吗 好了 那我问你 三哥 你几岁到我们范家的 十岁 这就是剥削了 十岁怎么就剥削了 我再问你 你在我们范家 干了那么多年的活 还有 你为我爸挣了那么多钱 你得到什么 房子没有一间 田没有一楼 这就是剥削 明白了吧 不明白 你怎么那么笨 三哥 你的政治觉悟怎么那么低 念人 别着急 等会给你看一下东西 应人 你来 我让你看一下东西 你看看这是什么 是什么 这可是你们家的青铜马 老爷的命根子 现在被人偷出来卖到凤凰楼 然后给赎回来了 偷了才活该 偷光了才好 省得我背这个封建家庭的坏名声 老爷 小三子 小三子来看你来了 来 来 快来 小三子这给您请安了 好 看看 这刚写的 怎么样 老爷这次有点变化 说说 你看出什么来了 老爷的字一向严谨规范 笔风张扬 这幅字 有些藏风收尾 自虽心静 来 这边说话 来 你们先坐着 我让林子给你们沏壶茶来 好好好 三子 坐下 坐下说话 老爷 有件事情我自自做主替您罢了 什么事啊 这对青铜马怎么和家里的一幕一样 您看看 您架上那对青铜马还在吗 难道说这对青铜马就是我的那对 你从哪找回来的 凤凰楼一个宝花了五十块大洋买的 什么 五十块大洋 当初我可是花了三百两银子才把它给收回来的 这是谁干的 老爷 反正东西都已经熟回来了 以后您看紧点就是了 你不说 我也猜得出来是谁 您再查查看看 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丢了没有 以后该上锁的地方就上锁呗 老爷 老爷 三哥 灵子 一会把光汉给我叫来 好嘞